其他需要灌溉的農作物 那麼這個比較平坦的地方 所以比較來台灣開發的閩南人 就把這平坦的地方佔據了 所以閩南人大部分是跟鄭成功 在1650年左右到台灣來的 陸陸續續跟著鄭成功到台灣來 後來鄭成功失敗以後 所以說清朝政府下命令 不准大陸人到台灣來 因為怕台灣變成逃難的地方 然後變成反賊集合的地方 所以清朝政府就不准他來 可是後來到了康永前家道先統光宣 道光咸豐年間 中國大陸發生很多的戰亂 那麼在福建廣東交界的地方的客家人 那山區那邊土匪又多 生活又困苦 然後人民又多 土地山多平原少 巴山一水一分田 百分之八十三 百分之十是水 百分之十是田 巴山一水一分田 這樣子的地方 人口繁衍太多 沒有地方生存 所以他們就往外移民 有一部分就移民到台灣來 有一部分就移民到南洋 移民到別的地方去 那移民到台灣來的那些客家人 那時候到了台灣來以後 發現平原都已經被閩南人佔去了 那時候閩克不通婚的 閩南客家人不通婚的 然後閩南人講的話 客家人聽不懂 客家人講的話閩南人聽不懂 所以等於是不同個族類 那閩南那客家人怎麼辦 只要往山區發展 山區往這山區發展 山區發展怎麼發展呢 順著淡水河 順著淡水河 就一路走來 大溪 到我們石門水河一路走來 走到石門水河就往上 還有從新竹的鳳山溪 新竹的鳳山溪往上走 走到關溪 那還有一部分是到南邊 到屏東美濃六龜那邊去 那麼順著淡水河往上走 因為這個陸路不通 只有走水運 水運通到這裡來 所以客家人順著這河運 一路開發 開發到頭份 開發到苗栗 所以頭份苗栗 所以後來這邊開了一條公路 叫做台山縣公路 所以這個台山縣 大溫路上大溫都是客家人 從龍潭到關溪 到竹東 到苗栗 佐蘭 一直到頭份 一直到那個東勢 你看這一路上都是客家人 所以這個客家人 都主要是在台山縣上面 討生活 討生活 那台山縣上面的那個物產 怎麼要運送出去呢 張導油 稻米 茶葉 這些特產品 怎麼送出去呢 所以就順著現在的台山縣 一路走 走到我們石門水庫 走到山坑 山坑的老街集散 然後到了那個河邊 那個河川堤那個地方 上了小船 小船再到那個大溪的渡船頭 都大溪中正公園底下的渡船頭 那渡船頭換大船 換大船 一路到淡水 一路到那個 山峽 樹林 到了萬華 到了這個大稻城 然後到淡水 然後再出口出去 所以順著這條路 一直出去 這樣出口 出去了 那麼所以呢 這個台山縣跟客家人 就有相當大的關係 那客家人在台山縣上 大部分都種茶葉 所以我們現在講浪漫台山縣 就講這條路線 茶葉也是講這條路線 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團長很清楚 他們非常浪漫 剛剛台山縣回來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 你看在台灣北部這邊 這邊就是平原 海岸平原 只有這邊山丘 山丘的客家人 在居住的地方 這都是有它的歷史的根據 歷史的原因的 你看這個天氣冷的時候 寒夜客來茶當酒 這是宋朝的詩 既如湯廢火出紅 懸長 一般窗前夜 茶葉有棉花便不同 其實說 泡了茶以後 環境啊 心情啊 都會跟著改變 改變得比較浪漫啊 比較輕鬆啊 比較 喝了好茶 也舒服啊 就覺得日子比較好一點 希望大家喝一杯好茶 過好日子 謝謝 謝謝 有沒有問題 謝謝里長 有沒有 大家要這個 那後面的那個 老師可以問 都可以 閒聊的方式 大家可以走動 喝茶 跟里長聊聊 好 對 那我們左邊有 這邊有放了很多的 那個茶葉的樣本 可以拿來看 瞭解 比較有名的紅茶